好,先給各位看一下我們第二頁的作品 比如說我第二頁,我簡單的這樣做 就形成了一個至少也是一個成品了 甚至我們在觀看的時候 可以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用這個QR Code去把它掃出來 我們可以直接看在手機上看到的結果長什麼樣 比如說,來我做一次 我把QR Code的叫起來 同時也把這一頁 我在看的這一頁,原本是首頁 然後我在這首頁產生QR Code 一定是要這裡,這個瀏覽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瀏覽的 這個首頁可以不要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真正的網址 在網路上看到的網址 然後我就點這個QR Code 產生出來 然後我用手機 去掃 等一下,我把手機拉到別的地方去 我手機去掃一下 好,掃到了 好,點進去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在手機上看到的結果長這樣 有沒有,這是第一頁 第一頁我有做 因為網路上現在目前跑得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這幾個中間白白的是Youtube 現在有地址 有沒有 現在Youtube慢慢出來了 這上次簡單的做一個 雖然跟題目有點不太相關 但是,你看我在上下移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左上角 你看,有個三條線 一直永遠不會消失在那個地方 這三條線是什麼呢 這三條線就是我們上方的這些 上方的這幾個東西 我們稱叫做導覽列 導覽列 所以你看,我可以從左上角的三條線點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我首頁跟我做的第二頁叫阿里山武器 我可以去點一下阿里山武器 這時候就進到第二頁裡面 看一下阿里山武器 就看到了我這邊做的結果 這樣 有沒有 然後看一看 我要再回到首頁了 又可以按左上角的三條線 選首頁 那又回到首頁 OK 整個網頁其實就是 當然我們現在只做兩頁 我們可以做第三頁,第四頁,第五頁 這樣子 那現在呢,在做這個的時候呢 有同學遇到一個問題是 哇,我為什麼 我如果過相簿裡面有很多照片 我好幾張照片要下載下來 然後同時在這裡面做 欸,那要怎麼做 那麼多照片 難道我要每一張 一張唇 然後再插一張 然後再一張唇 然後再插一張 有點麻煩 我可不可以好幾張一起下載下來 然後到最後好幾張一起插上去 OK 所以,來 我們現在有兩頁了 對不對 我假設再做一頁 這裡 我按加 而且呢 剛才阿里山武器我介紹了很多 日出雲海 假設我現在針對鐵道 我想說 我想說武器裡面鐵道我還想 再做一個詳細介紹 我可以按完成 好,等一下你看喔 鐵道一做完之後 這邊又多一個鐵道 等一下喔,你看有沒有 好,當然我也可以把鐵道按著 往下拖 兩個對調位置了 有沒有看到 好,那甚至呢 阿里山武器裡面已經有介紹鐵道了 按理說我鐵道應該在阿里山武器之下 你看喔,我還可以這樣子喔 我拖著鐵道到阿里山武器這裡 放開了 不見了 不見到哪裡去呢 變成下拉式選單 我在阿里山鐵道這裡 我弄預覽給各位看一下 本來是首頁 本來是首頁 我還可以是這樣 阿里山武器 底下有鐵道 點一下 進到鐵道 這就變成下拉式選單 好 所以我先講一下 你是不是要做下拉式選單 還是不是做下拉式選單 很簡單就從這裡去調 我現在如果不要做成下拉式選單 我就拉出來就好 欸 變成平行的 如果我要變成下拉式選單 我拖著往上移 欸 小圖示有沒有往後退了 就變成這一個的下拉式選單 才會出現的 那現在不管 不管是 沒有下拉式選單還是有 假設我現在要再做這一頁 現在鐵道 那剛才我講到是說 我的Google相簿裡面 可能有好幾張照片都跟鐵道有關係 OK 假設這一張 我也要 欸 我要 這一張我也要 這一張 我不希望每一張點進去再按右鍵 另存圖片 然後之後再去這裡插 然後這一張就點進去 按右鍵 另存圖片 好累喔 那我可以怎麼做 假設這三張我都要 左上角有沒有看到 點一下 選取第一張了 第二張 第三張 甚至你可以再找找看還有沒有鐵道的 鐵軌的也可以 假設這些都選 有鐵軌的都選 假設這麼多張 這裡都有火車嗎 我就選這麼多張好了 十張就好了 十張了 我選了十張了 我可以用三個點點 選下載 欸 他就開始 欸 像我這位跑出來 你要存哪裡 假設我存在下載區 存檔 但是有些人不會跑出來 沒有讓你選 他直接就咚 就到底下來了 那咚到底下來之後 存到哪裡去 找不到 沒關係 這個很簡單 我這裡因為還沒下載 下載完了 好來 找不到在哪裡 你只要從這邊 箭頭 點下去 在資料夾中顯示 欸 他就幫你顯示出來 在這個姿勢 然後路徑在哪裡 在下載 有的人在桌面 有人在別地方 但是你從 起碼這樣子 你就知道你在哪一區了 然後這個 按兩下 你的檔案 你的檔案都在這裡 那假設呢 你的檔案 要解壓縮 其實因為他把 那個 ZIP 他是壓縮的檔案 他把這幾個 壓成一個檔案 但是你要用的話 你現在在電腦上 你要把這個壓縮的一個 解成 他原來這麼多個 那怎麼解呢 很簡單 來 我先這樣子 我控個桌面出來 這邊是桌面控的 這是檔案總管 然後我已經進到 ZIP 我已經點兩下進去了 這邊就是那十個圖檔 我就把這十個圖檔 選起來 怎麼選 點第一個 然後再按SHEAT的鍵 點最後一個 這是一種做法 或者是選呢 我只要滑鼠點到這裡面 這空間裡面 按Ctrl A 就全選 全選到 我要怎麼弄出來 拖到桌面上 按著拖到桌面上 放開 好 出來了 在哪裡啊 他放在這裡 12345678910 是不是十個了 好 十個了之後呢 接下來 我到我的剛才那個 編輯的 編輯的 我剛才不用這個 這裡 我現在裡面要插十張圖片 那我就 插入這裡 上傳 我選上傳 然後呢 剛才是在桌面 來桌面 12345678910 有沒有 一樣我可以選第一個圖檔 然後再按著SHIFT鍵 選最後一個 你看中間都被選起來了 十個都被選起來了 然後我按 開啟 你看 十個圖檔都放上去 那當然 我希望有的排長一點啊 那你先往下拉 把這張圖往下拉 拉成這邊有長長的一個藍線 放開 然後 然後 我就可以拉了 然後 然後 我還可以調換位置 這個要下來 這個拉成長長的 有沒有 這裡又維持這樣 然後 如果又要再扣一格 你再把它往下拉 拉到中間有一條藍線 長長出出的 橫的 放開 然後 再拉長 再拉一個過來 再拉長 是不是就有 長 兩個 長 兩個 長 兩個 就至少有這樣的編排 甚至呢 如果你有 直的照片 你也可以是這樣排啊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直的照片 假設是這樣子 我可以有很多樣化的排 然後把這張放成這裡 有沒有 我也可以排成這樣子啊 OK 好 那你看 這樣子預覽起來 你不是只有一個長型的 只有兩片 好像方形的 然後再往下拉 你看 還有這樣子擺的 這樣擺法是不是就有點像我們的Google項目 他有時候會幫我們推移一樣擺 就有一點變化 不要一致 好 所以我再快速的講一次 剛才如果在Google項目裡面 這麼多張圖片 我要 我怎麼快速的把那幾張圖片選起來 下載 然後 解開 在我桌面上 然後 我再快速在編輯裡面 把這麼多檔案 全部上載上去 整個流程我再做一次 現在我回到編輯畫面 好 那這些我先都刪除掉 暫時不要 好 現在目前裡面沒有照片 對不對 我先從我的相簿裡面 我找我要的 我現在特別找不一樣的好不好 比如說這裡有一個 這一個 我要這兩張 而且我可以跳著選 我可以跳著選 跳 甚至不同天的都可以 你看我跳了好幾張 現在選幾張了 這裡八張 好八張就好 我跳著選 跳著選 接下來按這裡 右上角 三個點點 下載 然後他會問存哪裡 OK 那當然我也可以自己取 這邊自己改一個名字 然後比如說 123 photo123 photos123 我要放在下載區 但是有些人可能沒有跳出這個讓你選 他直接就這樣子 咚 就到底下 好 到底下來 存到哪裡去 你不知道 沒關係 你只要結束之後 你只要結束之後 旁邊的箭頭 點一下 在資料夾中顯示 你就可以知道他真正的路徑放在哪裡 那這裡是不是就是剛才那個 他把那八個檔案 八個圖檔 壓成一個壓圖檔 放在這裡 然後呢 接下來我就 我就把其他的縮小 留這個就好 啊 對不起 這些不要的我先 這些暫時不要的我先刪掉一下 免得 免得我的桌面越來越多東西 等一下 這樣子沒選到 好 剛才圖片我就先下了 免得到說我桌面一大堆圖片 好 所以現在這一個 剛才在這個下載的資料夾底下 有這個壓縮檔 我怎麼解壓縮 把裡面的檔案圖片檔取出來呢 我只要在這個ZIP檔按兩下 噠噠 就進去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剛壓縮全了八個圖片 我就可以把這個圖片 我可以用這樣子 拉著旋旋 可以用Ctrl A 全選 可以用 點第一個 再按Shift的鍵 不要放 再去點最後一個 這連續的會被我選起來 都可以 選取 只要讓我這邊全部選舉起來之後 我把按著它 拖到外面 拖到桌面來 放開 出來了 在哪裡呢 在這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圖片都在這裡 那我怎麼插呢 回到Google Site的編輯畫面 然後我要插在這裡 所以我按上傳 然後桌面 選到桌面 然後接下來把剛才的發展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沒有 或者是 我剛才怎麼一個個選 我是點一下 我可以按著Ctrl鍵 Ctrl鍵的目的是 我可以跳著選 我可以跳著選 Shift鍵 我先選第一個 Shift鍵的意思是 我要連續選 所以第一個 現在我Shift鍵按的時候選 我要的最後一個 連續的圖片都被我選起來 然後按開啟 八張圖全部被我插上去 有沒有 插上去之後 你可以再來考慮我要怎麼擺放位置 比如說 我可以把這一張縮小 好 這一張我也擺過來 我也 再縮小也可以 然後 把底下這一張 好 插上來 變成這樣 然後呢 這一張擺這裡 然後 這一張擺這裡 好 縮小一點 我把它先 我把它先縮小 擺上去 你看 是不是就很有多樣化的擺法 OK 就不會那麼單調 那當然呢 甚至還可以喔 這個 再小一點點好不好 我類似三等份 這樣擺 又有不同的擺法 OK 這樣子做好了 很快的把一群圖片下載 再之後解壓縮 之後再上去 可以嗎 好 來 各位可以嘗試看看 來 剛才我插入了第三頁 然後 我這邊假設打一個標題 然後 這樣子 這樣我就有三頁可以玩 有三頁可以玩 那當然 你覺得這三頁之外 我希望說 有下拉式選單的 你就把它按著 拖到某個底下 放開 縮進去了 那就變成 導覽列只剩兩項 但是 其中一項有下拉式選單 OK 好 來 各位可以試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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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